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消除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 据悉 第四批很快也可以交付 中国正在努力维护和平 几十年来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维护中国的主权 安全 发展 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 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多次联合国维和行动 国际救灾和人道主义项目 并且逐渐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中间力量 新鲜不由抢到新中国成立不久 中国人民解放军集开赴朝鲜 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抵抗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军的挑衅与侵犯 稳定了朝鲜拜祷的和平与稳定 并为此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也正是感动于我国以生命捍卫正义事业 以鲜血争取和平的精神 今年的7月27日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靖恩 海出望位于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列士林园 尽兴花圈并默哀 美国情怀不轨 而据海外网消息称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执政时期 曾向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 提供了20万美元拨款 而且这一团体已被决定为是恐怖组织 与我国的大国风范和维固不和平的精神相比 美国政府的举动实在令人吃之以鼻 再比如2004年11月 美国宣布陆续释放多数被关押的中国冬出分子 但表示 不会把他们遣返中国 释放十几名被俘的冬出分子 虽然不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 和承受制性的威胁 但从中不难看出 在实现反恐共同目标的同时 美国从本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出发 仍然会替广大普通民众的安危于不顾 美国高举人权大当 口口声声要声张正义 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实则肆意干涉别国内政 接近进行军事部署 力图长期保持自身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这给全球的反恐活动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根除恐怖主义 任重到远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功底 就目前形势来看 随着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击和整治 加上国际社会一致合作 中国境内的疆独 藏独的极端猖狂的分裂活动 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要真正根除恐怖主义 还任重到远 中国仍然需要一方面继续加强自身的反恐能力 另一方面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 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反恐中实行双重标准 未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跟除恐怖主义而努力 祝愿世界和平 编辑大瞎参考来源 搜狐新闻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